這個我是巨洋寧 欸 知道我的 有人知道我嗎 知道我 有看過我的幫我舉手 有嗎 喔 也是很多恥於承認的朋友 沒關係啦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那 我是巨洋寧 那這個當然是以我的特徵來命名的 那就是說 其實我巨洋寧這個名字 我是在剛開始講PocoShow的時候 其實我有忽然一個靈機一動 忽然想出來的名字 但在這之前 我在我朋友之間 有另外一個外號 叫做千元屌 千元屌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顧名思義 我的長度大概是跟 一千塊鈔票的那個長度 差不多這樣子啦 短邊 所以 蛤 不是短邊啦 其實還有 我每次跟人家這樣講 還有人說我平放是不是 看那個平放個屁啊 怎麼用啊 好啦 那個之後 不管在哪裡 只要看到我 你們隨便叫 叫我這個巨洋寧或是千元屌 無所謂 我都會回好不好 我都可以 那其實啊 今天跟大家講這個 我並不是 期待說在觀眾 這個之間造成任何的笑聲 我是期待 這個資訊 在你們回去之後 如何在你們的心裡發酵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你今天聽了 好像就是這個 不以為意 然後回家之後 男觀眾 可能那個某一天 忽然打開A片 想要自己來一發的時候 然後他就 很興奮 電腦打開A片點出來 咦 I wonder 哎呀 可惡啊 還是輸了 如果是女觀眾的話 說不定啊 你們在某一天這個 跟另外一半這個時候 然後你就是也是這樣子 忽然在那邊 進行到一半 忽然想動 I wonder 老公你比巨洋寧還長欸 巨洋寧是誰 這樣子 期待啦好不好 期待大家 這個反應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 在家裡發生一件碎事 好不好 那昨天 下午 這個我老婆 帶著我的兩個小孩 出門去上彩藝課 那 各位男觀眾 問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 在 某一個空間裡面 在某一個瞬間 在那邊只剩下 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會說什麼 憲聖你第一件事情會說什麼 打手槍 好直接喔 哇賽 直接講欸 好 打手槍 對啦 那我齁 我是閱讀啦 就是說 打手槍 我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方向過 什麼打手槍 這個我不知道 總之啦 在我們家齁 哪一種行為齁 就是要閱讀 可以嗎齁 所以啊 那時候我老婆小孩 全部都出門之後 我還特地站在陽台上面 然後往下看那個車庫 那車子很確實的 從車庫這樣開出去 慢慢的離開之後 我就很興奮啊 趕快衝進家裡 對不對 可以閱讀這樣子 那 然後我就趕快 把所有的家事都準備好 對不對 衛生紙放好 就是那個劇情可能很高潮迭起 對不對 你要擦一下眼淚 那這個 趕快手機電視打開 然後手機連上電視 然後趕快去搜尋我這個 最常去的那個網站 這個porn readhub 就是 這個 趕快上去 然後去找我最喜歡看的那些文章 對不對 就是這個我最近 很喜歡看某個系列的 相關的一些文章 就是那個 step siblings 系列 就是所謂的 忌兄忌妹系列 就是因為 說實在那還滿好看的 你知道嗎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劇情真的是超瞎的 忌兄忌妹在家裡 不管一開始是怎麼樣的開頭 最後一定會有辦法 往那個方向發展 你知道嗎 比如說 我看過一個超瞎的劇情 有一個 有一個妹妹 她就 洗好衣服了 然後她準備要去洗衣機收 然後她就去收衣服的時候 然後她居然在那邊講說 啊 我卡住了 哥哥 來救我 看 然後她哥就從本來 妹妹 沒問題 就開戰了 你知道嗎 超瞎的 我就想說 可以看這個劇情到底瞎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所以我就趕快 這個 上一個網站 趕快隨便點出一個影片 然後 開了 然後 三分鐘之後結束之後 那我就 清理一下 對不對 我非常有效率的運用我的時間 這樣子 然後 清理一下 然後這個準備就是要收拾一下的時候 然後 這個瞬間 我們家的電視 居然當機了 整個畫面 就靜止在 一個超尷尬的一個畫面 就是有一根從右下到左上的一根超巨條 然後在那邊 充滿了整個畫面這樣子 然後覺得 很尷尬啊 想說 那現在這個應該怎麼處理咧 我非常冷靜的思考 然後想說 取消連結 重新連結 換一個影片重新連結 都沒有用 我在那邊思考到底要怎麼處理的時候 也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想要量一下你知道嗎 就是 皮尺拿出來 這樣子 但是就在這個瞬間 我還在想要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岳母回家了 看那就是 我只是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家電視在這裡 門在這裡 所以我岳母打開 打開然後進家門的這個時候 她的姿勢是背對著電視的 所以她並沒有看到電視上是什麼畫面 然後我就超緊張的 我就看著我岳母 怎麼怎麼辦 怎麼怎麼辦 這樣子 我岳母看著我 然後她問我說 喔 你在做什麼 我坐在地上跟她講說 嘿嘿嘿 他錯 你沒到聽他嗎 然後我岳母 她說喔 好啦 就慢慢的 走回她的房間 我想說 哇靠好險好險 她應該沒有看到吧 我就趕快把陽空機拿起來 準備要把電視關掉的時候 我岳母從她的房間 忽然大叫說 不要你放聽啦 好 看來岳母也是老江湖了 這個 瞞不過她啦 老江湖 那 這樣子的岳母 她的女兒 也就是我老婆 也是一個非常奇葩的存在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才發生的故事 那個場景是這個樣子 在一個馬路 然後我們綠燈了 然後我們準備要直走 然後有一台車 跟我們同樣的方向 然後她是要左轉 那我們在走的時候 然後那台車 她覺得我們前面空間還夠 所以她想要加速 然後這樣子從我們前面衝過去 那個時候我們還要繼續往前走 然後她衝到我們這裡的時候 才發現空間不夠 然後她就進擊煞車 聽在我們面前 然後我們就嚇到了 那我還帶著我的小孩這樣子 所以 問一下各位 你們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你們在走你們的路 然後有一台車 嘰這樣停下來 停在你的那個 很靠近你 然後你被嚇到了 你會怎麼做 小姐你會怎麼做 我也只是嚇到了 喔你就嚇到了啊 然後你也沒辦法做什麼反應 就是這個 看你是要離開還是讓她先走 比如說這樣子是不是 好 所以蠻正常的反應 上次我問一個觀眾 他居然跟我說 按他喇叭 你是醒著你 你怎麼按 那他停過來了 你這樣 你這樣神經病 好啦 那我 我那個時候也是 我就這個帶著我的小孩 然後那個車聽在我們這裡 我趕快把我小孩抱住 然後我瞪著那台車 然後瞪著那台車 然後想說他停在那裡 我就慢慢的 這樣子抱著我小孩 就保護著走過去 我老婆不是 我老婆在當下 他非常的憤怒 他居然衝到那台車的正前方 然後真的 雙眼睜大 瞪著那個司機 然後手指頭這樣指的那個司機 上排牙齒緊咬著下唇 然後這樣瞪著他 三秒了之後 居然是給我倒退著離開 眼睛又死盯著那個司機不放 你知道嗎 這樣子在那邊離開 看我那時候 我那個時候我想說 哇靠我稱之為 麥可傑克森式嗆聲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的 你知道嗎 他停過來 然後我老婆走到前 齁 神經病 超屌的 好 那 這麼奇葩的老婆 大家可能也會好奇說 我是怎麼認識她 怎麼跟她在一起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當初是怎麼認識 然後怎麼在一起 如果要講到我們在一起的過程的話 那就勢必要提到一項運動 那個運動是我非常有興趣 一直持續在做的運動 叫做這個寬板滑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嗎 沒有人聽過是不是 好 那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寬板滑水這個運動 就是你的腳上踩著一塊板子 然後你的手上拿著一個繩子 那個繩子前面接著一艘船 然後那個船在往前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因為那個船拖你的那個速度 然後這個站在水面上 然後做一些這個翻滾的一些特技之類的 這樣子一個極限運動 然後我跟我老婆就是從這個運動認識的 那這個運動真的是非常的酷 然後我也慢慢的都有邀一些脫口秀界的 一些大前輩去跟我一起玩這個運動 比如說博恩 賀龍 黃昊平 凱莉 馬克吐斯 還有那個維夏丹尼之類的 大家都聽過這些名字嗎 所以其實也沒有很有名 這樣子 大家聽過嗎 嗯... 嗯... 好啦 反正這些比較有名的這些前輩 那我一個一個都帶他們去了 然後在脫口秀界 就慢慢的傳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謠言 他說 欸 居然你啊 他是不是都只帶有名的脫口秀演員去滑水啊 敲不起我們啊 看我那個時候真的覺得超困擾的你知道嗎 因為... 對啊 當然只挑有名的幸福 好啦 不是啦 其實大家誤會了 這個運動其實這超他媽燒錢的 20分鐘要2200塊 20分鐘啊 所以我並不是只挑有名的演員去 我是只挑比較有錢的演員去 所以 只是演員你要變得比較有錢 你要先有名 所以這個 計算單單身機啦好不好 這個沒辦法 這樣子 好 那 那 我跟我老婆這樣子 在那個滑水認識啊 其實我當初剛接觸這個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超窮的 我根本就 那個玩不起這個運動 只是後來我在這個運動 認識了我老婆 所以我就從一個窮鬼 變成現在是一個專業的小白臉 好 那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當初是怎麼跟我老婆求婚的 怎麼把她追到手的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跟她求婚的那一天 那個求婚啊 我真的籌劃了非常的久 我籌劃了半年 然後我弄了排場超級大的 我找了50個人 9艘船 8條狗 一起來跟我求婚 因為我老婆很喜歡狗啦 好不好 那 這個 求婚的當天 我們就是 這個 一如往常的 早上起來先去划個水 這個他出錢 當然 就是 我才出不起勒 有夠貴的 那我們一起出門的時候啊 通常不會帶她的狗去 我老婆自己有兩隻狗 叫做Doby 通常我們不會帶她的狗一起去 那 那天 只是求婚嘛 那個重要的日子 那對我老婆來說 Doby這麼重要是一定要在場 對不對 他是他所謂的這個重要的家人嘛 所以 第一個難關 就是說 我要怎麼在不被他發現的狀況下 把狗偷偷的帶到現場去 那這個 沒有問題 我早上呢 起床 我就先偷偷的把手機放在家裡 然後 開我的車出去了之後呢 我就先跟他講 啊 我手機忘了帶了 那你先去前面等 我先上去拿手機 拿完了我馬上就下來這樣子 那我老婆就好 他就前面等這樣子 好 然後我就趕快上去 把我手機拿起來之後呢 把他的狗 裝到袋子裡面 然後趕快拎下來 然後放到我的車上 寵物袋啦 不是塑膠袋啦 神經病 你有台北環保袋嗎 不是啦 那寵物袋啦 專門放寵物的那個袋子 放到我車上 然後一起開到那個花水的地方 好 開到了之後呢 第二個難關來了 我要怎麼不被他發現 我的車上放著他的狗 這樣子 那其實這也沒有問題 我早就跟外面的早餐店 現在已經關照過了 就是我到的時候 趕快去外面的早餐店說 欸老闆啊 我吃吃狗可以放哪裡啊 然後老闆說 那後面那個門打開 你自己找地方放這樣 然後就 好 那門打開 居然是一條臭水溝 我愣了一下 我就把狗放下去了 完全不造成我任何的困擾 然後放下去之後 我就趕快離開嘛 對不對 那這個 趕快跟他一起去滑水 滑完了之後 我找藉口先行離開 然後他就在那邊 繼續跟他的朋友 在那邊繼續滑 然後我回來了之後啊 趕快哇這個清理一下 西裝啊換上啊 然後把他狗拿過來啊 帥領了五十個人 浩浩蕩蕩的這樣上船 對不對 在這裡齁 就跟大家這個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用到那麼多艘船 計畫是這個樣子 當他滑完水之後 他要開回來 我求婚的地點 是在關渡大橋的正下方的淡水河上 所以他這樣開船回來之後啊 我這裡齁 準備了六艘船 每艘船上面都有一個字 那這個 他的名字叫Sophia 所以那個字咧 那個六艘船那個字 就變成說 是Sophia Will you marry me 這樣子 然後我的船呢 我自己舉一個問號 這樣子齁 就是最後這樣子一句話 讓他求婚對不對 的知識 Sophia Will you marry me 這五個字 他組成的字母數 每一個字剛好是2 3 4 5 6 的知識 他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他知道我在講什麼 密碼 me me是兩個 you是三個 Will是四個 Mary是5 Sophia是6 2 3 4 5 6 驚訝 好 好 那 就Sophia Will you marry me 這樣子嘛對不對 好 那現在喔 他那個船就準備要慢慢開回來啦 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船了 我就手機拿起來 打給他的船 那個船上的那個教練 那教練就把那個 手機接到船上的喇叭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講 啊 Baby啊 這裡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不不不不不 講一道這種屁話對不對 你自己都不相信了 那 那講完了之後 就跟他講說 好 那現在 我要問你這個 最重要的問題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拿著船上那個救生哨 嗶 這樣子 大吹一聲 所有人聽到這個哨聲之後 同時把那個牌子舉起來 然後在他面前 他看到 由左到右就是 Sophia Will you marry me 然後問號這樣子 然後 我們那個時候在河面上 我們距離很遠 所以不管他叫的再什麼大聲 其實我都聽不到 沒有問題 早在前一天晚上 我就在他的船上面 先放好了一張牌子 那一張是一個 圈圈的牌子 各位 沒有XX的牌子 勢在必得啊 我跟你講 所以 努力了半年了對不對 我這麼的努力 就證明了我這麼的不想努力 知道嗎 所以啊 我老婆啊 他當然就是把那個牌子拿起來 耶 所有人看到他拿圈圈對不對 所有人都超興奮 超High的 他答應了 他只能答應 所以 那那個時候啊就是接舶船 一個小船 上面就載了八隻狗 然後就是載過去 開過去接他過來 然後 我老婆看到狗 當然就很興奮啊對不對 只是我居然沒有料到 當天有一隻狗居然正在發情 他在等待的時候 我把其他七隻狗都騎過了一遍 我老婆上船的時候 他跑去騎我老婆 好 那就算了 跑去騎我老婆 對啊 沒辦法 然後這個船啊 這樣子開過來之後 我就站在我們的船上 拿著他的狗 在那邊瀟灑的等他 對不對 他上船的時候 他居然看到 哇 你居然有把Doby也帶來 我真的太感動了 你太用心了 衝過來幫我抱住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 旁邊的其他的五六艘船 就在那邊 繞著我們的船 在那邊轉圈 然後邊放那個情歌你知道嗎 Will you marry me 好 我不應該唱的 那 他們就在那邊繞 然後那個場面浩大 整個跟電影一樣 非常的浪漫嘛對不對 那重點是 我忘了戴戒指 其實我有開車帶來 但是我忘記帶到船上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在旁邊 船在那邊繞的時候 所有人就在那邊起哄啊 就是說 下跪啊 求婚啊 然後我在船上 跟他講說 結束了結束了 回碼頭了 回去 岸上有東西給你們吃 然後所有人說 下跪你的戒指咧 我忘了戴 那該所有人超級不能接受的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就全部都是這個 就是開始生氣啊 說不行不行 一定要拍到這個照片 你給我跪下 然後給我這個假裝也好 給我跪下這樣子 最後 我知道把他的狗拿過來 擔心下跪 然後把狗舉給他這樣 旁邊的船都放了歌 結果後來就變成 啊 幹白癡 好啦總之啦 後來回到岸上 回到岸上之後啊 趕快把那個戒指拿 從車上拿過來 正常的反應是不是應該 很感動對不對 那應該是這樣子吧 我老婆不是 我老婆打開 然後看到是她喜歡的那個戒指 她就超興奮的 她說 YES 把那戒指拿起來 直接拔 放到自己的手指上面 這是我要做的事吧 你叫我工作幹嘛 剛剛趕快把那戒指拔下來 幹什麼 再放回去 總之啦 那那天還是這樣子 有一點差錯還是算圓滿結束 回到家之後 我老婆就很開心 問我說 你真的很有心耶 你弄得這麼盛大的場面 你弄了多久啊 哈 我跟你講 我籌備了半年 暗中籌劃 一點徵兆都沒有 是完全沒有發現 你籌備了半年 我完全沒有發現 那你以後外遇 我是不是就不會發現了 老婆你真的是 I wonder 謝謝大家 我是居耀寧 我是居耀寧 我真的沒有發現 我是居耀寧 是居耀寧 是居耀寧